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我的資產解說 這盤騎士 我在野狐跟一個九段下的騎 好 那我是拿白的 開始雙方下一個二連星 這時候他飛下來 我掛著的帥是一個蠻喜歡下的定時 然後他如果小飛 我就碰在這裡 然後雙方這邊走一個定時 走成這樣 我覺得白騎是不錯的 因為黑騎這個效率變不高 然後白騎兩邊都走到 那他掛這邊 我選擇跳一個 一方面算是一個高低配合吧 另一方面 我本來預想他如果點進來的話 我準備試一次這裡 然後我準備試一次 比方說這樣一下 白騎好不好 然後白騎可能 假的 然後利用後勢去攻擊黑騎士幾顆子 本來想試一次 沒想到他沒有點3-3 然後他選擇飛進來 之後拆二 拆二 我覺得這個拆二雖然說是定時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場合下稍微有點不妥 稍微有點不妥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白騎在下面有一個模樣 那這個柴額的缺點在於說 將來馬上會被點了蓋過來 你如果說你要挖珍 那我再從這邊擴張起來 那下面這個模樣就 會膨脹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他這手棋應該走到這邊會比較好 就是可以有效的限制白騎的模樣 這樣白騎的模樣顯然就沒辦法再繼續擴張 然後 挖進來的黑騎就夾一個就可以了 那實在呢 我就先在這邊掛兩下 然後就準備搶個仙手點蓋過來 當然如果說 如果說他就跳起來的話 那我當然也沒有什麼不滿 我也繼續限制他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材料就是有問題了 因為你如果還必須要花一頭再限制我的話 那我可能就不怕了 那他實在是選擇先鞏固腳上的失控 那我當然很開心就點了蓋過來 但是我覺得他這手有可能不下了 比方說先鎮過來再數 這 雖然說蠻大的 但是 限制模樣應該還是比較重要 這樣我可能還是在圓圓 好 這起可能就還早 這起可能就還早 那他又弱了後 我當然很開心就走過來 而且一方面也是在瞄這個段 那他 直接打到這裡深 我覺得也有可能就 反正就消一消 不知道行不行 當然這可能是看氣功 而且 他可能擔心這邊還有一點 顧慮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走到這邊 那我覺得總是白旗應該是在大局上取得優勢 然後他走到這邊 我當時在考慮應該要怎麼攻擊 第一桿是走這個 但是 飛劍拿覺得有點頭痛 因為飛劍拿這邊 下面 眼位 會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我可能得收根 之類的吧 收根之類的 然後他往裡面跳 這個 這個 沒看清楚 不過如果說簡單這樣子下 那他 就可以火起 所以我覺得先收根吧 先收根 如果說 我當時想說 如果他往外跑 那我就整 他 如果說跑一跑 把我這邊撞海後 然後他在這邊我去求火的話 那我就是把這個斷掉 那黑騎可能會 有點疲於奔命 有點疲於奔命 所以我當時覺得 他的效果可能是清零的 進行處理 他雖然是用碰的 但是我覺得 老實說 就 再回來這邊傾銷 應該也是 這兩槍應該沒有虧 沒有虧 再回來傾銷 我就 這樣子 我要再回去圍 我覺得 沒什麼意思 雖然用碰了 但是我一搬之後 他 不知道他要幹嘛 我當時想 如果他反幫我 就粘住 那他還沒欺笑 這樣我就等於跳遠行 你這往外跑沒意思 你這個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才能火 那你如果繼續一直跑的話 那我這邊繼續擴張起來 然後 一方面你這邊 你這邊還是有缺陷 所以 所以 他這個碰其實沒有起到作用 那他斷呢 有句術語叫做縫斷必長 就是 像這個十字斷 就 擺起就長 其中一邊 那實際上我選擇就長 經過計算之後就選擇這邊 首先 長這個感覺有點怪怪的 因為 他可以 黑騎各種軒手 比方說他可以來快的 快的 進行騰摩 我又衝來斷 衝他斷 斷他 如果斷的話 剛好被他雙掉吃 這我不行 所以我就只有 這起 等於說我就只有吃回去 然後他就揍一下 然後 揍一下 那 這起就很好處理 就 跑出去 所以我覺得 我如果藏在這邊的話 因為這邊有點問題 所以可能會被他騰摩到 所以我肯定必須藏這個紙 所以就只有藏色 那他實際上是選擇打了貼 喔對 藏這個前提當然是打了貼不成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想 因為很明顯 我自己教室兩下 他就掛掉了 然後另一方面 我是判斷說 他這個打了虎 好像 不太好活 應該是不太好活 藏這個 他衝了一個退 應該是很難活的狀態 所以我就 再這樣想 那他這一圖不太行 那 實際上就等於說 形成一個轉換 我把下面全吃了 然後他把我這顆紙也割掉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再多貼一下 最明顯這一下是很重要 可能比於鐵 再回來這邊也好多 然後那當時我稍微有點想 這棋能不能斷 我當時判斷是這樣子 下到這邊 白棋 已經取得目數上的 優勢了 那我當時在想 要不繼續追究他問題 但想一想覺得 這個 這個斷上去的感覺 會把棋 變得比較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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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 這當然又是一方面 不喜歡看到 為什麼說會比較亂呢 主要就是說 然後一起貼吧 那你這顆就跑 再貼一下 然後一直把我往外跳 那黑棋當然就可以對你這塊進行攻擊 因為 這邊貼兩棋基本上是他的權利 而且我這塊棋其實還沒有很強 比方說他將來夾回去 我這塊棋其實有點薄 喔其實有點薄 那我當然不需要這時候跑掉 要鼓起出來 而且 我覺得這個拐很大 所以我們就把他這個被拐了 然後一方面跟你說 你再不補就要斷了 所以他也補了一手 那 這兩下 我覺得我已經走到這邊一些權利 而且一切木束 而且 這塊畢竟還不是他的空 啊 還不是他的空 所以 這樣走白棋 減免優勢 那優勢之後 我們要 怎麼走棋 因為常常 有人會說 欸 怎麼 優勢的棋 如果走走就輸了 那我覺得說優勢的時候呢 你一樣 要走的 就是走在木上面 主要是走在木上面 然後 要注意後保問題 不要把棋走得太保 不要走得太保 然後 盡量要走在木上面 那走在木上 就如同我下一手棋 直接飛在這 這應該是全盤最大的意思 因為我如果不下的話 我被要踢一下 踢我不一定會成 可能會厲害 反正踢一下 很大 所以 而且又是等於 有點逆收的 這個應該特別大 那他把這個 斷了我覺得有點奇怪 哦 他先貼兩下 靠一下 再把這個斷 我覺得這起 好像是用夾的吧 這夾的話 白起 有點爆 真的有點爆 可能還是會走在這邊處理 那他斷的話 等於說幫我加後 這邊 他試圖對我進行攻擊 然後我也是 簡單處理 簡單處理 然後 把固棋 明確的走好 那這起 其實就已經 等於說還不錯 等於說 離勝利的終點已經不遠 那搬這個也是後手 不知道為什麼要搬 那我整個就 簡單的 哦 這個斷這個木數又大 而且又等於說 已經完全做火了 那完全做火呢 我就可以試圖 把這顆拉出來 把他這邊的木 繼續給 進行破壞 飛這個感覺有點無力 被我搬出來 然後我就最後 等於說最後一直戰鬥 只要這邊 不出差錯 就可以拿下一個螃蟹 當然我飛這個 可能稍微有點不減 也許我應該就消一消就算了 我消一消應該還是不錯的 哦 下一步我跳的話 這邊有個衝斷 所以說他可能會補 那再搶到這個尖 這起應該是白起 倒貼木一起 確實 我應該這樣下比較緊 這起白起已經倒貼木 當然飛出來 只要算得準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那實在呢 他這個 他應該 有點長在這 那我 長在這應該是正確 那我再 呃 可能今天後來會掛一點 可能今天後來會掛一點 可能說尖 然後他再把這個山子斷掉 對 這就是我說 為什麼 走之一看不解明 但主要是因為 其實白起沒抓到任何東西 所以說 但他實在犯錯了 他被我衝過去 他不能再擋 擋被我斷掉 滿氣 他跳出來了 之後他 讓我看了一個東西 所以我衝出來之後 下一手有一個挖 我本來以為他要靠這個 哦 那他靠一個挖 其實 應該也是不行 因為我可以衝 那他雖然 可以救魚的話 但是 我就簡單的搬了一個衝 哦 這起他就 還是一樣不行 雖然他可以吃過去 不過 咦 不過我都斷了 那他 這起南山 南山的樣子 那我就把這個打死了 其實也可以 那他這塊有點問題 補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邊會有問題 腳趾 走 這個是可以連回去 這個衝不斷 所以 只要這樣一下 可以擠 其實還是不太行 不過靠一個至少 還是 至少不像說 這個挖一下 就簡易死掉了 那這盤起就 大概 講到這邊 那 這盤起的重點主要 就在於說 一開始的定式的選擇 這個 排起 這個定式選得不錯 然後 還有這邊 這個定式的選擇 有點怪怪 可能要高 飛在高的地方 限制排起的模樣 然後還有說 該起在這邊的戰鬥區的 優勢之後 該怎麼去行起 兩個要點 主要是 左在幕上 還有注意後保 這兩個要點 然後 白起當然也有下了不好的地方 主要下了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這一手 應該就 簡明的 簡明的走一走 在搶的這個3-3 其實就已經 已經贏很多 已經贏很多 好 好 後面其實不是很重 所以我就 拼機算了 好 那這盤起 這個影片就錄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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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